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全球喉鬥的病例已破五萬大關 但歐洲和美國的疫情 正在趨緩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也指出 在沒有動物傳播給人類的地方 喉鬥病毒可以被消滅 美國則是準備五萬劑的喉鬥疫苗 要來供LGBTQ的大型活動施打用 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 顯示全球通報喉鬥感染病例 來到五萬零四百九十六起 以及十六起死亡病例 不過目前疫情熱點的歐洲 和美國疫情正在趨緩 WHO還指出喉鬥疫情可被控制 WHO在今年七月將喉鬥 列為國際公衛緊急事件 不過在防疫措施下 疫情逐步趨緩 美國是病例最多的國家 已經有超過一萬八千人染疫 其中百分之九十三 最近曾有難難性行為 因此當局宣布 在近期的幾個LGBTQ大型活動 提供約五萬劑額外的喉鬥 疫苗攻民眾施打 至於國內首批喉鬥疫苗預計最快將在二號底臺約有五百多劑疫苗提供醫護與實驗人員和疫情 但個案密切接觸者施打 後續也會是疫情狀況進貨 公司新聞政委人吳祺昌編譯